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光滑的水平面上 有三個質量相等的物體 ABC 我這質量相等 我假設呢 三個質量都是M好了 好像這樣 經在物體A上面 施以F的固定力 可使ABC一起加速運動 那麼三物體彼此沒有相對運動 如這個圖所示 則在滑動過程中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問B重以A的摩擦力大有多少 B重以A的摩擦力大有多少 好 那我要算B重以A的摩擦力大小的話 那我現在就把什麼呢 對相釘在A上面 這A在收了一個例子 收了外力F 減掉多少 減掉B給A的摩擦力 方向往這邊 就F 這是B給A的摩擦力 這會等MA 或MA 好 那我現在只要把A算出來的話 帶進去 我就可以算出B給A的摩擦力 那A怎麼算 我現在把對相釘在 三個物體上面 這三個物體收了水平的外力 F 等於MA 這是3M 3M MA 好 那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MA 等於多少呢 等於上路的F 然後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以後的話 我就曉得說 這個B給A 它的摩擦力 是等於F 減掉MA MA MA是3M 所以是F 減掉3M 3M 3M 這個是等於3M 2M 所以第一小題呢 是3M 2M 方向 方向當然是往這邊 方向往左 好 我們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說 B 做用在C 上的摩擦力 大概有多少 那B做用在C上的摩擦力的話 我就把對相釘在C上面 這C 收了多少力 水平方向收了多少力 它給它的力 就F B 給C的摩擦力 這個摩擦力的話 讓它呢 產生交互度 F等於MA MA 那MA 那MA 是多少呢 MA是等於3M 所以大小是3M 方向呢 方向是 它比較容易往這邊 這是往右 剛剛這個是往左 這3M 就讓它往右